说一段单口相声 这个单口相声啊 新段子很少 因为什么呢 他这里头得有矛盾 你要没有矛盾呢 他没有笑话 所以就不能叫单口相声 又限于我们这文化水平 编写呀写作也不行 不客气说 我在这个解放以后啊 这才学习文化 解放以前那就是个文盲 半文盲 怎么叫半文盲啊 解放以前呢 书报杂志啊我也能看 也反正也能蒙下来 也有蒙对了的时候 可是蒙不对的时候多 他怎么叫蒙啊 您可不是蒙吗 我那时候比如说 我看报啊看书啊 这字不认识 不认识怎么样啊 我看看上边那几个字 看看底下这几个字 一琢磨这句话 哎大概其差不多了 哎得就蒙下来了 啊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我瞧这个字啊 像什么模样 我就念什么 哎这这可乐 过去人都管我叫白字先生 有时候念着念着 白我自己都给念乐了 他不能不乐 你看过去那个游政局呀 我念过锤政局 你就知我这学问怎么样了 北大医院 我念此大将晚 这就是我的学问 一念就把人念乐了 现货店门口啊 贴着红纸条子 四字糖炒栗子 这栗子我不认识 我站在那我还念 念就念得了 我还念出来自己还纳闷 旁边人都乐了 我这一瞧 怎么回事 扛炒票子 那玩意怎么试啊 你说旁边那人能不乐吗 他非白人念乐了不可 人家一乐我也乐了 过去我就是白字先生 那么过去 我究竟念过书没念过呢 也念过书 念不是在这个学校里念的书 也不是在私塾里头念的 我是跟我一个亲戚念的书 我这亲戚是 哎 论起来也是一个远门的亲戚 学问也不怎么样 我这个什么这个 北大医院念此大将晚呢 就是他的体系 怎么还体系呢 我一说您听着就可乐了 我这亲戚是一个什么亲戚呢 论着呀 是我一个 唐叔呗 哎 论着是我唐叔呗呀 两姨姑舅哥哥 丈母娘表兄 内侄的二大爷 这份不好算的 算来算去也不知道叫他什么好啊 后来呢 我们家说得了 干脆就叫他二大爷得了 省点事 哎 我这个此大将晚 我二大爷的体系 怎么呢 在清代时候 给皇上治病的不是太医院吗 太医院那仨字 他就念大将晚 哎 所以我这个此大将晚 就是他的体系 他那白字念头 比我可乐 有这么一个笑话 您听着就得可乐 在这个十四五年前呢 旧社会 北京啊 有一家大财主 加了死了人了 这家姓潘 加了死人了 死人呢 他是大财主 要请一位啊 读记文的先生 那时候得请什么 因为他家是财主嘛 得请什么这个 清代的举人秀才啊 老汉林呢 老夫子 派头 得请这个主 哎 可是那家子也倒霉 应当是请举人秀才啊 也不知道谁出的主意 谁给介绍的 把我这二大爷 大将晚给弄去了 这一下娄子了 他给读记文 那还好得了啊 往这棺材头来一站 捧着这记文 在他眼前呢 跪着两个人 这边跪着啊 是那个孝子 这边跪着是那个孝父 他家里有钱财主啊 两个佣人呢 掺着这个孝子 两个老妈子 掺着孝父 他站在那儿就念 念这记文 孝爱子 孝爱子就是这孝子 这孝子叫什么名字呢 姓潘 名字叫梁显 潘呢 就是云苏潘葛的潘 梁呢 就是优梁的梁 显呢 就是显月的显 潘梁显 这仨字啊 让我二大爷一念好了 仨没多错 错了一对半 嗯 孝爱子 翻跟头 翻跟头 这个潘呢 他给念成翻了 优梁的梁 他给念成 潜坎 干战的干了 显月的显 他给念成头了 翻跟头 这孝子一听也纳闷了 孝子心说 这叫什么规矩啊 我爸爸死了 我翻跟头干嘛呀 这都没有的 谁请的 这位先生 孝子跪在那儿生气 他念完这句 还不念了 瞧着 这功夫啊 这两个茶房啊 说话了 叫这孝子 少爷 少爷 您听见了吗 先生 先生 让您翻跟头呢 您快翻吧 孝子一听着 隔气呀 废话 我爸爸死了 我翻跟头干嘛呀 那不成啊 先生叫您翻 您就得翻呢 胡说八道 我翻不过去 不成您 先生叫您翻嘛 翻不过去 我们来帮忙 来早班 俩人一周好 给翻过来了 孝子这个气呀 翻过来又跪在那儿了 一听他往下念 孝夫 这个孝夫 娘家姓什么呢 姓孽 哪个孽呀 就是那个 曾母沙孽的那个孽 知乎者也的也字啊 短一小数 那个孽 他这一念好听了 先念孤爱子 孤爱子 翻跟头 插风一周 孝子翻过去了 往下念 孝夫 也是 孝夫 一听 也是 哦 我也得翻呢